每一个Google广告成功案例都离不开精心规划的广告系列。 无论您是制作第一个广告系列,还是第一百个,都需要先回答三个基本问题。 我的广告系列目标是什么? 我希望在这上面花多少钱? 我该如何衡量效果? 我的Google广告系列目标是什么? 规划广告系列的第一步,是确定您要达成的目标。 您是否希望在线销售更多产品,接到更多有关您的业务的循环,或者只是希望增加网站流量? 在大多数情况下,一个广告系列对应一个目标。 如果觉得只选择一个目标有点困难,可以选择制作两个目标。 每个广告系列设置不同的目标和单独的预算。 一个明确的目标可帮助您确定要制作的广告类型。 AdWords所以您提供了多种选择。 包括,显示在Google搜索结果的文字广告,热门网站上的视频广告,以及显示在店铺附近,购物者手机上的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。 我希望在这上面花多少钱? 您可以通过设置平均每日预算来控制费用支出。 金额完全由您决定。 有个适用于所有新广告系列行之有效的建议。 那就是首先设置一个您认为合适的预算。 由于您可以随时更改您的预算。 因此,发现广告效果较好的可以增加预算。 我如何知道广告系列是否成功? 密切关注广告系列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。 借助Google广告后,它可以分析所有数据。 例如,对于注重促进销售或增加注册人数的广告系列,您可以使用转化跟踪。 查看某个广告商的点击,何时促成了销售或注册行为。 又比如,对于注重提升品牌认知度的广告系列,您可以根据点击率高低,展示次数多少来衡量成功与否。 每周花30分钟,查看您的Google广告报告,并根据效果良好的方面进行调整。 稍微投入一点时间,就能让广告系列的效果大有不同。 规划广告系列。 是获得一流的广告效果,以及提高Google广告投资回报的绝佳方法。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,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